马来西亚新山慈祭幼儿园开学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假 孩子们收拾好心情准备上课 还没适应新环境的四岁新生 哭着要找爸爸妈妈 老师 园长 已经师姑妈咪们 都以爱心和耐心 陪伴小朋友度过开学的第一天 玩具车 模型飞机 迷你餐具 各种有趣的玩具 成了跟孩子们沟通的最佳工具 让他们对你放心 你跟他拉近了这个距离 你才有办法安抚他 接下来他才肯听你讲 像妈妈在带着小孩一样吧 当然是很感恩幼儿园的团队 师姑妈咪啊 大爷妈妈都好啊 他们都全程陪伴都满免笑容 也不会被孩子们影响 我期许就算小朋友再怎样闹 其实那份爱心跟耐心 还是要保持在 妈妈你现在来玩 而五六岁班的哥哥姐姐们 则带着快乐的心情到幼儿园 要为弟弟妹妹们树立起好榜样 那你今年五岁了你来学校 你的心情怎样 我的心情很开心 可以看到谁 还可以看到我的朋友 我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你今年五岁了你会怎样 你是狗狗呢 我要照顾他们 还要照顾别的弟弟妹妹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要照顾我自己 那我也要做好榜样 不仅预教娱乐 幼儿园也融入生活和平的教育 陪伴孩子跨出独立生活的每一步 让家长放心也备受肯定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所以这里教的都比较是怎样讲 尊师中道啊 礼貌啊 干净啊 这边的老师小小的细节都照顾到很好 老师很会教导 带他们穿鞋啊 脱臭袜子都很好 因为我们就比较放心 除了泪水 更多的是欢乐的笑声 孩子们顺利度过没有父母陪伴的三个小时 让家长安下心来 准备好迎接孩子们接下来的学习生涯 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道